端午将至 各地纷纷开始举行赛龙舟 包粽子 挂艾草等系列端午文化活动 节日气氛热烈 作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的湖南蜜罗市 各龙舟厂也在加班加点赶着龙舟 等待运往各地 今年65岁的湖南蜜罗龙舟制造记忆飞翼传承人许慧生表示 作为世界公认的龙舟发源地 蜜罗在海内外龙舟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替代 随着龙舟运动的推广普及 并成为一项国际性体育比赛项目 蜜罗的龙舟制造业也迎来新发展 我们就是中军月抽酒 一次订单就是做到现在 从4月份开始 我们就不能订单了 要订单就做不完 我们现在的订单还有三条在赶制 一条是运往江西的湖州 一条是运往我们湖南的绍羊 还有一条是我们林县的平江县 要赶在6月6之前把它做好 与此同时 随着当下年轻人越来越注重养生 起源于端午的包粽子挂艾草习俗 所衍生出来的周边文创产品正悄然走鞘 湖南密罗江视频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泽成说 艾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延伸到大健康领域的各个方面 密罗出产的艾草品质好 是加工艾制品的优质原料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都非常注重于养生 根据艾制品的这种功能和特效 我们研发了系列的产品 包括一些热的垫子 枕头 香朗什么之类的 跟文创相结合 我们延伸性特别特别的强 福泽成认为 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 一定要注重年轻人的需求 适应潮流 做出改变创新 如今 密罗出品的粽子 艾草等 不再是简单的食品和区贤纳福的挂饰 而是将人文历史 流行元素巧妙融入其中 并成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我们现在产品销量还不错 对 不容是从平台 心上心下 渠道平台也好 还是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在出口 出口到东南亚 甚至美国 我们下期见